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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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歡樂 該起床 唱著我鼓鼓 你挑捲捲利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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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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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立正 吃力 吃力 电脑五四三 大家好 今天不简单 今天中秋 中国的中秋 说我们这里 还有很多人 还有来这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 实在不简单 小弟 生日祖曹继平 我是电脑五四三的主持人 历祥平 首先 我要说一个 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点土匪 我们说火炉可以 或是要 不然就跟人家说 有一群土匪 抢匪 跑去抢银行 跑去抢银行 就唱到了 得手之后 他们就回去 回去他们的策畏 回去那些贼窟里面 回去那些小孩就把老大说 老大 我们赶快来数钱吧 老大说 不要急 急什么 小孩 就说 不行啊 不数不行啊 我们今天抢这么多 不数 不数的话 数到明天都数不完 现在赶快数 老大说 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最近不是刚办好3G手机吗 上网去查就有了 怎么可能呢 我们抢钱上网怎么找得到呢 笨 你去找 民事 民事新闻台的影音新闻就可以看到 现在正在报导我们抢多少 好 开始 现在抢肥也可以用网路 我要说这个意思 就是 现在 不说你一定要住房子里面 你住外面 不管是都可以掌握一些资讯 这些资讯实在是很好用的 你看看 原来土肥也可以用的 所以说 西来已经走到这里了 我相信大家 都差不多都可以用电脑 但是 电脑是 什么东西呢 电脑就像一支壁 一张招 大家都可以抢你 那没问题嘛 但是要抢一片更好的文章 就是说 你要用 要用电脑 跟发挥那些功能 外来发挥那些车位 大家都不一样 其实电脑 已经变一个 像家庭 使用的一个电器 如果我们常常去接触到 常常去听这些地形 你也可以变一个电脑高手 没人说他电脑 什么都可以 电脑是涵盖很高的东西 各行各页各页 各页各页各页都用得到 而且都很沉立 很专业 如果看一个行业 说电脑外交 那也不一定 我们今天要来说什么呢 我们常常去用电脑 但是电脑的安全性 安全性 可能 大家也知道 但是有时候力不从心 现在网络上面 危机伺服 身体不小心 疼的 就叫做 中毒 像 像今天 中秋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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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要来烤肉 快来 阿嬷就走来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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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洗手 你刚才在用电脑 現在電脑都有病毒 等下 病从口入 阿嬷 你也去 有团念中 阿嬷 阿嬷 你不要这样 那电脑病毒 跟人的病毒不一樣 那不能传给人 那是电脑里面 所以 有人 不知道 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人 会说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电脑病毒 那是电脑的东西 跟人不关系 这是不传染的人 影响到健康 但是影响到你的电脑的健康 不然是这样 現在不只电脑病毒 還有很多东西 包括像什么 像这个 厚门城市 特洛伊 木马城市 像这些东西 比电脑病毒更夭 更厉害 你如果不小心 你的身心 不是只说 电脑病毒感染 不然是开机 或是说 越走越慢 不然之后 你就 要再送去修理 不是这样而已 你如果是 有感染到病毒 时 可能 你的身心 你的身心 可能 不是真的 你的身心就是什么 你的個人的资料 包括 你上头 如果是有些 更重要的东西 银行的帳号 资料有的人 都会 从一个 文件档 放在里面 不然不记得 要把它放下去 或是你上头 曾经有 一些 帳号 在使用 尾到方便 都有帳在里面 现在有 自动登陆的公寧 这些资料 都有可能 可以用盗取 盗取 就好像 你的門 開了一盆 人家就立起 立起 要做什么 那些损失 就 難以估计 所以 今天 要去探討 這些問題 如果 說這些東西 我們說電腦 很憲意說你用這個 包括我在電台 我在電台 在說電腦的時候 沒看到人 也沒看到影像 也照顧不顧就對了 其實 電腦很多東西 都可以這樣說 不一定說 一定要有一個 投影機 還是有一個 畫面方看 一些概念的東西 我們現在來講 電腦病毒 和一些木馬程式 在所謂的後門程式 這些東西 他們是怎麼 住你的電腦裡面 運作的 你怎麼 會不小心 會去黏住 這些病毒 還去用入侵 首先我們來 看這個病毒 什麼叫電腦病毒 電腦病毒 它的歷史 已經很久了 有電腦 有個人電腦以來 都有電腦病毒 電腦病毒是怎麼產生的 什麼人做出來 最早是一些很激烈的 一些年輕人朋友 他覺得他的電腦 我電腦很高端 就想說 寫一些 一些處理的程式 所以處理的 會去干擾 有人跟他的朋友 好像開玩笑 然後 跟他 總結城市 還有他們朋友 結果造成 一些電腦上面 一些 怪怪的事情 譬如說 沒來沒錢 幫你禁止 沒來沒錢 把你的檔案搬移 有啊 其實這 要殺這個城市 很簡單 這是 最開始有些情形 買就不一樣了 買就一些 挑戰 他的能力 說我電腦很厲害 我可以 把你的電腦搬移 下去 寫一些城市 寫一些城市 那城市 就是有用的城市 譬如寫一個遊戲 簡單的小遊戲 裡面就寫這個東西 寫這個東西 寫這個東西 你去下載下來 開始執行 開始玩遊戲的時候 他就開始 整個電腦 到處每個檔案 來複製 複製那些病毒 進去 複製的結果 他 第一 他有惡意 他這個惡意 不是說特定對象 你如果 下載這些東西 去執行的時候 電腦第一 可能你收的檔案 會一直膨脹 早期有這種病毒就是這樣 本來 那個城市是很大 他現在執行他一邊 他就變得那麼大 變大於百分之十 啊 那個執行 之後那個 城市變成這樣 無限大 啊 什麼樣子就當掉了 啊 啊 用各種辦法 就把你干擾你的電腦 啊 純粹就是要挑戰 就是說 欸 我覺得我很厲害 要寫一些東西 去跟他破壞人的電腦 啊 他有這個惡意 但是不是特定對象 這個東西就開始傳播了 這是 典型的以前的 電腦病毒 再來就是 有一些特定的檔案 他會給他 感染 譬如說 上早期的Microsoft 那個Office裡面的那個城市 那個城市本身也會有感染 感染醫藥 他的所產生檔案也會有感染 以前我們的Doc檔 這個文字檔 沃爾檔案 有一陣 差不多 幾十年前 那時候大家 看到沃爾檔會怕 要開還是不開 因為那時候大家有一個觀念 如果說城市會有感染 那檔案 一些文件檔案 還是說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檔案 是不會感染的 但是 已經打破了 那些 那個模式 握了 那些Doc的感染 圖片的感染 JPG GIF的感染 到現在還沒有發現感染 但是會把你搶的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說 這個 病毒 之後變無所不在 所以說 很多人就開始了 尋求解決辦法 開始就有很多病毒的偵測 病毒的掃描 病毒的清除的程式 就開始出來了 我們台灣也有一間公司 叫做PCC林 就是那個趨勢 趨勢 這間我相信 如果有用電人都知道 這間公司是我們國產的 就開始研發一些防毒軟體 國外也一樣 國外比我們 國外 腳步更快 也很多 比較大的 我們說一些比較大的 像Norton 這間叫做Simon Tech 它有一個叫做Norton Antivirus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防毒軟體 一些防毒軟體 都開始了 開始上市 開始讓大家用 但是 不上市不要緊 上市也要 更激起 那些防毒軟體 那些的駭客 開始說 好 我還有一個新的對象 可以應付 怎麼應付呢 他就去找 專找這些防毒軟體 給弱點 讓你 從那個防毒軟體的弱點裡面 還給你掙進去 不是說 用 傳統的方式 這樣結果 做成什麼呢 防毒軟體 跟這裡的 我們的 用戶 使用者 跟防毒軟體的公司 跟病毒 糾纏不清 不然我還要 大家也不信心 變這個 次序 電腦網路 次序的大亂 在這個 同時 又更普遍 因為病毒 有時候 我們要預防 比較好 但是 如果不是病毒 就不一定好 預防 病毒本身 你很好 偵測 但是 還要延伸出來的 什麼東西 就是木馬 他整個 我幫你從病毒 放在電腦 要做什麼 去破壞你的電腦 要做什麼 那沒什麼意義嘛 整個 他剩一個程式 把保養另外一個 好用的程式裡面 給你下載 下載以後 你開始執行的時候 他沒有把你破壞的電腦 他專門幫你投在裡面的東西 他就像住你的電腦 開一個門 這個門 他可以自由進出 他不是說 他本身 蝦辰式的人 自由進出 那是 特定對象在 要來做 那不是 一般他裡面 他主動的 把他放一個 機器人在裡面 你做什麼事情 還是 要做什麼東西 他都 設計上面 他主動會把你送出來 透過網路 自動把他送出來 送到哪裡 送到他 他既定的一個地方 要去搜集這些東西 他要搜集什麼 以前就是 搜集一些個資 一些你的帳號 譬如說 我們有在用那個線上 像那個 我們叫做web-based 用網頁為基礎的 一個收信的 那個 網站 一般我們 收費 很多人都用這個outlook outlook express 現在很多人 為了安全的問題 不一定說 要方便 不一定說要用 專用的收信軟體 都會用那個網頁基礎的 比如說 yahoo 或是 Gmail google 或是 這些都不是 正軟體 你去那裡 一個地方 不是我們的電腦 我們也可以去收費 不像 要去設定 像這個情形的時候 那時候 漏洞就出來了 你如果收費的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透過 這個木馬程式 自己搜集 來搜集你的帳號密碼 你怎麼登入的 都可以搜集 這很恐怖的 這如果有搜集到 萬人 我們如果說個人 在下賠償的都沒關係 萬人 在上面有商業機密 商業行為 還是其他的 這些 比較麻煩的事情 很多人會到網路上去做 一些付款的動作 像這些東西 都有可能 會去用擷取 但是 我們一些網站的設計師 這個程式設計師 也越來越聰明 再來就是 也有成立一個 我們叫做網路安全的 機制 一些加密 SSI 像這些東西 就 參選 對抗這些 一些企圖 要用木馬程式 來把我們竊取資料的人 所以說 這戰爭永遠不會停 永遠不會停 你有一招 我就用另外一招來對付 所以說 這樣 現在還在教 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 所以說 我們 使用電腦的人 如果要 扣家的防毒軟體 扣家的電腦上 一些安全機制 要來維護你的安全 那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 使用電腦 使用網路的時候 這個網路行為 我們要小心 不是說 我就 配衣服穿下去 複膝穿下去 安全帽 要最好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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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小心 有的人說我就是很小心的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小心去 因為風範也不對 也沒辦法你還要怎麼小心 除非你不要上網 也是一樣的事情 有時候簡單的就是 你電腦轉的 當機啦 變很慢的啦 很多這個異常現象 這是說比較簡單的喔 如果比較嚴重的 那些東西用前面我不知道 會很慘 尤其現在很多事情發生 Facebook很多人在用 帳號也常常因為這樣 去用盜用 再來像那個 Yahoo也一樣 Gmail也一樣 像如果有用Gmail的人 有時候有發現說 突然我們調查說 叫你把你的 電話號碼進去 你的手機的號碼 看都正常的喔 但是真真假假 有的人也會怕 有時候他就說 要跟他認證 這些東西都要很小心的 不是說 看到什麼 就是 那是 一個正常的一個作業 這 如果不知道 我們不要 採取行動 可以先保留 就問我們的朋友 到底有遇到這個情形嗎 最好是 問要問到人 問到那個不知道的 電腦也會造成困擾 網路行為我們要注意 再來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積極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電腦 一定要做這些防圖軟體 還是防害軟體 他們這些軟體 不管打一間 大間的 當然數大招風 還有大間的來說 它這個 防護軟體的規模很大 通常你在使用的時候 有可能你的電腦會變慢 因為 在使用的過程 它時時刻刻都會去監控電腦 所以你的電腦 你做的事情 你的CPU 會很不容易 要應付做你的事情 要應付這個門神 替你做事情 所以說 像這個情形的時候 我們就要選擇 看我們的用度 不是說 所有的防圖軟體 都適合我們 要看我們的用度 如果你的電腦是伺服器 或是你是工作站而已 可能你用的 你用的防圖軟體 的公司 的品牌 不一定要一樣 還有工程公司 它也有不一樣的產品 這要做一個選擇 你如果說選擇不當 我們明明我們這個電腦 是我們個人在使用 你把它選擇 最關鍵的 裡面有什麼功能都有的 反而對你使用的時候 會造成很大困擾 包括像有很多的公司 有一個叫做伺服器 一個叫做HTTP的伺服器 自己有設置網站 放在自己的公司 或是說有些東西 可以直接進來我們這裡 像這個 正常的時候 那個防火箱 那個防毒軟體 相關的設備 那都要很好的 如果我們個人的 就不一定要去花那麼多錢 因為如果要做這些東西 有時候要花很多錢 個人的 甚至不用花錢也可以使用 現在這些防毒軟體的公司 差不多都有一個個人免費版 你如果不是商業的 都可以用免費 我們可以從那裡開始 如果覺得好用 你才去買他的 他還要進一步的 防火軟體 包括最基本的 自己防毒 再來就是 自己從防火箱 再來就是 上網搜尋 上網的時候 你去 打一個網站 一個網址進去 搜尋的時候 一般都沒有這個 裝置的時候 直接都進去 如果是有 掌握一些這些 Internet Security 他們叫網路 叫做網路 叫做網路的安全 相關軟體 他會先把你檢查 看這裡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他才會讓你進去 當然會造成一些困擾 有人會誤判 有人會說 你的眼睛眼睛 要去打 有人會不會走出去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有經過這個手續要 我們的電腦會很安全 我們現在來說 這個 防毒軟體 要怎麼去保護人的電腦 我們常常在街上 在塞車 站在旁邊 我們會遇到 有時候看到 十字路口 有交通警察 站在那裡 他什麼事情也不做 他手拿一個掌上型電腦 看他在打東西 你打什麼東西呢 他打你的車 因為大家都停在那裡 車牌號碼 他就一個一個給你輸入 輸入的時候 如果有問題 這台車叫做報私 是那個髒車 還是說欠稅 還是說有那個違規罰款 累積太多 一筆可能他不要插利 他馬上過來叫他旁邊 怎麼會這麼厲害 因為他這家電腦 手提電腦 那個掌上型電腦 裡面就是什麼 裡面有一些黑名單 黑名單怎麼來呢 他要出現的時候 剛才派出所 他就問那個網站 我們證書 我們本身內部的東西 的網站 我們那些資料都下載下來 那裡不是那個 包括 市民情報案也有 所以有時候臨檢的時候 就在那裡打出來 他馬上知道這個 是不是通識犯 還是什麼問題 像這個情形 那個警察就像這樣 防毒軟體 那個掌上型電腦 就像什麼 我們的病毒的資料庫 所以說 它根據裡面的黑名單 去那裡把關 如果看到 這個有問題 它就把它攔下來 病毒的 那個政治軟體也一樣 那個軟體就像那個警察 那個 警察的掌上型電腦 就像病毒的資料庫 這個病毒資料庫 如果是說沒有去更新 如果警察這家的手提電腦 那個掌上型電腦 如果沒有更新的時候 壞人走過去 他也不知道 所以說 我們有的人 會爭那個 好的防毒軟體 不管你爭多好 多心多好 你如果病毒資料庫 那個黑名單 我們沒有去定期 沒有去更新的時候 等於白妝 當作妝飾品而已 自己心安而已 所以說 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要定期 定期去更新 我們裡面的黑名單 要怎麼定期呢 這裡的防毒軟體 他們都有做一個主動的 主動更新的功能 我們可以去 我們的防毒軟體的 這個 操作 操作的介面 你去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用主動的也可以 或是說 我們用手動的也可以 去更新 更新以後 既就一些 乙滋的 這些病毒 我們都可以掌握到 可以把你動起來 比較便宜 沒來沒錢 常常 我們防毒軟體有爭 但是 同樣 照相中毒 這就是 重點就在這裡 有好的軟體 有好的防毒軟體 也是要 有新 最新的 這些病毒的 配名單 這都要做 一般 我們在買 防毒軟體的時候 都是一年而已 不是說 這個東西 買就要用一四人 它會給你用 沒問題 如果它沒這樣說 剛才一個人 一四人要買一遍 我還給我 Copy機用 它剛才免費 一般防毒軟體的公司 跟一般的公司 又不一樣 它要 不管是 每天 可以說 每分鐘 都有人 在搜集一些這些病毒的資料 在更改 在更新 它的一些資料 這跟一般的公司 做軟體的公司 不一樣 一般做軟體的公司 沒有這麼迫切性 如果做病毒軟體 這個防範 防護的公司 他們這個更新速度 要很及時 所以說 他們的 我相信他們的成本 會跌很高 所以說 這些公司 我們在買它的軟體 也不可能說 買一遍 要把它用一輩子 當然 你也可以用一輩子 你也可以說 這個軟體 你也可以移植到別的電腦去用 但是 他們做這些軟體的公司 他們也有些 一些分別 因為這個東西 變 每一部電腦都要爭 跟一般的東西 不一樣 所以說 他們的一些 銷售的辦法 都跟一般的公司 比較不一樣 他們比較強調就是說 你要用 網路軟體的 這個程式 是百分之百 有在上網的電腦 所以說 它現在都透過網路 包括 最新的網路軟體 是叫做 雲端板 什麼叫做雲端板 等一下再說這個雲端 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軟體 它放在雲端 放在它的主機裡面 你要使用的時候 才透過網路下來 這樣來說 保持你的東西 是一定最新的 你的效果也最好 我們利用 傳統的是一年 但是 你如果去更新 病毒也 它也給你更新 沒有年限 譬如說 10年前你買這個軟體 你現在也要更新 問題的更新 有效不效 不一定有效 因為它的主層室 這個防患病毒 這個主層室 它一直在改 如果改到某個程度 有重大改版的時候 那裡的黑名單 在旧的程式 是不一定可以用的 不一定可以去讀取 去分析 所以說 你有些新的資料 你那裡多了 也沒辦法去執行 就好像 如果說有一個汽車公司 發明一個 一些汽車出來 以前的旧汽車 這可以造的酒餾 這可以造酒餾 這可以造茶油 現在有一間公司 把汽車進補了 說 什麼油都可以用 沙拉油都可以用 像這個前行的時候 有可能他又 刷來煮完 他就要用一些最新的這些 要怎樣 你旧的車也不用 我旧的車只是用 求你的而已 現在茶油不會加 對嗎 我給你的東西是這種東西 所以說 它也強迫你去升級 還好啦 這些公司啊 他們的升級辦法都不會說嚴苛的 不會說你本來買錢多塊的 你用一年過 再叫你花錢多塊 再去買一個新的 不會啦 不會這樣 一般升級費用都比較低 我們現在來說 這幾間一些便宜的 人家說便宜的防毒軟體的公司 一般便宜防毒 有一個先決條件 為什麼要用免錢的 他餓的人也自己花心水 母也去叫人家餓 不然要怎麼去 設計那些東西 當然有目的啦 那就像什麼 像你去賣場去試吃東西的一樣 他說給你試用 但是試用給你無限期試用 給用整四人的啦 他不怕你沒有自己用 怎麼說呢 你如果用一段時間 你習慣了覺得不錯 你就會去買 當然他的價錢一般都是價格的 網路行銷的東西 沒有店面嘛 所以說他的產品是價 還有他的市場 是在這個地球 不是像台灣 所以說有那麼多人在用 一個人買一個 不要說一個人一萬人 輸用的裡面 一萬分之一把它用 它就沒有事了 所以說 它有這麼大的市場 有這麼大的商機 它也不怕 況且它不一定是 給它做這個產品而已 我們現在說幾個 現在市場 你如果說還不賺房子軟體 或是已經賺了 沒有辦法 有幾個 我來介紹幾個 你可以試試看 之前有一個 那個 帝國的 叫做AVG AVG 這間可能有的人也有聽過 一開始的時候 都不用錢 現在不用錢 現在也是不用錢 但是它現在就分開了 有最多的 搬的跟個人搬的 也有免費板 目前我也是要用免費板 因為我沒有需要去用 一些另外 進階的功能 所以說 一般免費板 就夠我用了 這個AVG 這個軟體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沒有像那個 這個PCCLIN 跟Norton Norton Antivirus 這個算是很大的 一個元老級的 這個防毒軟體公司 一般 像這個城市都很大 譬如說 你如果電腦 開機以後 它會我們這個防毒軟體 都把它載入 載入後 它所佔的一些資源 很大的 我們可以這樣譬如 譬如說 我現在塞一台車出來 那就是我們的電腦 要塞出來進行 要先放一些 備用品 一些必須的東西 三個東西 就是像這個防毒軟體 我們這台車沒多大 才可以坐五個人而已 結果 這個防毒軟體 要訂兩個人的位置 這樣 我們這台車塞出去 就變成白髮白手 一些空間都給 一些這些東西 去訂掉 如果比較新的 或是說一些 其他 效率比較高的 這些防毒軟體 經過你的需要 為公平 不一定要加進去 它的體積的碎到多少 譬如說一台車 它好像一個爪子 你放在你的置物箱就可以了 現在差多少 所以說 你要選擇 選擇到防毒軟體的時候 對我們自己使用電腦 會比較簡單 會比較方便 譬如說 請多人給你反映 現在用那個 比較大的 防毒軟體的 這個 防毒程式 你上網的時候 速度變很慢 怎麼說呢 你每收到的 所有的東西 它都一個一個 這樣把你 檢查得很嚴重 就像進 機場X光的掃描器 每一間都把你掃描 所有的 人都坐在那裡 但是 微程式不是這樣 微防毒軟體 它是重點的 用重點的 重點的 不比較好 也不比較壞 要看你的需求 你要取得平衡點 看你是要時間 還是要安全 這都 如果很準確 都可以做這些條件 所以說 我們要去嘗試 去了解這個防毒軟體 他們的介面 他們的 要讓我們 設定的東西 其實都不說多困難 我相信 這麼多人 整個防毒軟體 都照他 指示 下一步 下一步 都不會去做一些設定 有時候 我們 開始要去做一些條件 不然 你如果沒有經過這個條件 你會 這個算是優化 你如果不這樣做 有可能 你會對它 很反感 會說 怎麼接溫 其實我們那個工人也很多 我們要去 了解 我們剛才你說 這個 防毒軟體 它是算 主動性的 它在 那病毒 病毒 如果你去 都主動性的 它會做一些 干擾我們的 工作 現在要說 木馬 木馬 這個 很害 它的城市 一般都很衰 你要偵測 不一定偵測得出來 木馬城市 現在大部分 都透過 什麼 就會傳遞 差不多大部分 都透過 我們信任的東西 就可以 隨身碟 現在 差不多 大家說隨身攜帶 有一個隨身碟 以前 帶磁片 磁片的感染病毒 現在這個是 病毒 還是說 木馬城市 所有的這些 灰色軟體 的宿主 所有東西 差不多都從這裡來 怎麼說呢 我們 譬如說我來這裡 我也是這個 插在這裡的電腦 開始做事情 文在這裡 插在這裡 病毒就開始傳播了 所以說 我們要當這個圓 不是說 只有網路 行為 網路上頭 如果網路軟體 什麼 整整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改管 像這個 來說 就不一定 所以說 我們也開始有人研發這裡 叫做隨身碟 行動碟 另外就用硬碟式的一種 防毒軟體 防止木馬 入侵的軟體 包括我們 像我們的 政府 他們的政府 像那 刑事警察局 和像 那個 研究院 他們都有發現 隨身碟的一些防護 和 清毒 和掃毒的軟體 我們可以下載 去網路下載 你只要打這個 叫做隨身碟防毒 這五年就可以了 應該就可以找到一堆 我們稍微過濾一下 稍微過濾一下 就可以找到 我們要用的程式 包括 像 行事警察局 和一個 中央研究院 這兩個是算 用的 我們 下載的時候 會覺得安全 正在軟體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 正好醫病 你在那邊 你本身 行動在裡面 隨身在裡面 本身 它會幫你做一個免疫 就像 注意風車 他在幫你 找到一些東西 找到什麼 資料夾 因為 資料夾 有時候會去防止一些這些不善意的軟體 大廳幫你建議一個叫做他們的專區 也不是叫做租界 利用這個來蔓延 裡面放一個自動執行檔 你的行動在 隨身在插樓的時候 他就主動幫你做那些事情 做一些傳播感染的事情 所以說你要做這些軟體 第一他會先把你當這條路 讓他沒辦法這樣執行 所以說如果我們住在電腦 做這個軟體的時候 我們住的電腦 做這個軟體的時候 他本身就是對你的隨身在 行動在就開始做一些安全的防護 有這個防護以後 你這個隨身在插樓外面 萬一人的電腦有病毒的時候 你插到馬上他會把它拒絕 根本就沒有機會讓他下進去 這樣就比較安全 但是這有蛋輸 這有蛋輸 因為這個隨身在 一般我們在使用 如果有在用這個人 第一個你插在你的 別人的電腦 開始要打他的資料的時候 一般是不是你插到以後 你會開我的電腦 去開這個隨身在 去打裡面的資料 這個習慣 最好改掉 不要這樣做 怎麼說呢 因為 你裡面這個 如果有 這個自動執行的 這個 城市裡面的時候 你把我的電腦打開 點這個隨身在 點那個瞬間 要去執行 就去了 如果有防護軟體 還好 如果沒有的時候 就去溜溜了 有什麼辦法 可以防止 這個習慣改掉就好了 要怎麼做 才是儘管的 隨身在 行動在 都一樣 你如果是說 我們這個東西 插在旁邊的電腦 一樣去點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硬碟 隨身在 不要直接點下去 不要直接點兩個 大葉燈頭 點右鍵 法屬的右鍵 去選一個地方 叫做什麼呢 用 檔案總管開啟 用檔案總管開啟 用檔案總管開啟 跟你直接點兩下 有什麼不一樣 檔案總管開啟 是讓你看裡面的內容 它沒有任何執行動作 但是你如果直接點兩下的時候 是執行裡面的那個 自動執行檔 自動執行檔 一般就是說 打開這個資料夾 給你看內容 基本上就不一樣了 這個動作不一樣 只是直接 我給他打開資料夾 就好 另外一個 第一個 直接點的時候 它是去執行那個程式 那個程式 再給你打開 所以說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 可以 我們一些 不行的事情都可以避免 有時候我們 帶這個隨身離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 不可能去一個地方 幾個地方 甚至幾個 電腦 到時候 百毒重生 像這個程序要怎麼 我們自己做的都做 安全的都顧到 總是我們還會帶回來 家裡 還會帶我們電腦 使用嗎 只要你如果是 這個隨身碟 有在外面使用 它要 等到家裡 一樣 你開你的隨身碟 一樣 也是要用這個動作 用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 開開 這樣可以避免 它自動執行 載入你的GET 這是 一樣很重要的事情 再來呢 因為你的電腦 如果是真的防毒軟體 基本上 你如果是沒辦法做 至少 也可以去防止 但是不一定說 一定會防止到 這個病毒的入侵 所以說 我們可以用多管齊下 這樣我們就要保護 我們的電腦的安全 現在最後 我們就要說 萬一啦 不平啦 我們電腦 去感染到病毒 還是木馬城市 要怎麼樣呢 有時候 你把整這些 防毒軟體 整個好 也會一樣的感染 我剛才說過 你自己不去更新 這些病毒 也一樣也會對 有人說 我就每天更新 唉 不好意思 病毒的這個 東西 是 大網路頂頭 每一分每一秒在增加 那速度很怕人 所以說 你再去更新 中途可能就對了 那是怎麼對呢 你如果不做三台市 當然不會對 問題就是說 你在這個中間 有可能你上網 上網有可能你收到 配 收到朋友駕來的配 裡面 給他附一個網址 說 你來這裡看不錯 有什麼東西 你們朋友駕給你 他不會太害 你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就對了 很多就是說 我們的 信箱 有時候我們收到的配 不一定是你朋友駕的 是他 他的名字 但是不一定是 眼睛看得清楚 現在很多 像 Roger 有時候我們的 鼻子女 有時候我們有常常在 在尋找東西 ROGR LIN 他的那個 槍的這樣 你如果跟LIM 我如果眼睛又處處 你也會對 很多都是這樣 他收集好很多 E-mail address 給你 稍微介紹一下 他看出去的時候 你的誤判 這自己的朋友 透過你了 就對了 所以說 有人在收配的時候 就要注意這些東西 再來 如果是說 你做這個防茹軟體 我剛才有說過 你如果要點一個網站的時候 他的生意要檢查 看有問題 沒有帶給你 像這個軟體 就有必要了 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發揮作用 點下去 不要讓你去 因為那個問題 他會先下載 進來 他的主機 還是說 他的主機裡面 這個網站 已經是黑名單 他直接告訴你 這個危險性網站 叫你 不要去 上面 你如果 質疑要去 沒關係 他可以再去 如果剛才有這個情形 有這個訊息的時候 不要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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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我們 會吃多人 利用電腦 在看電視 看電鍵 看電視 是比較沒什麼問題 大部分的檔案 都是影音檔 看電鍵 看電鍵 就不一樣了 現在吃多人 你看PPS 看那個 Function 那個叫飛行網 那都 阿拉的 上面電鍵 都很多人 都很新的 我那天我有調理給他試試看 看我們現在那個 衛德森 這個巨座 看有沒有看到 還好 還沒有看到 但是現在看 我們現在印線片 很多都上面都有 一些 尤其是那個 美國片 外國片 因為外國片 跟我們台灣來說 它的發行時間 不一樣 有可能美國 他們也一國月 台灣才來 這個時候 在美國 就把那個 倒口去了 而且 很奇怪 很清楚 不像以前說 要去看人頭 都在那裡 閃閃閃 現在沒有 不知道 我們來的 一些這些網站 都會放這些鞋子 放這些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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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看 你如果是說 也是很愛看的 忍不住 要去看 但是你如果是自己 你無法去做一些安全措施 我是奉勸大家 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你的信心 肯定會比你 生這間電影票 更多 怎麼說呢 那大部分的網站 像我剛才說 這兩個網站 都是我們派出名 那邊的網站 他們就好像 無法入列 Microsoft 就在那裡 也被刮到 糟糕不落 像這個情形 我們要來的網站 我是建議 你不要 你常常在用 那些電腦 我們電腦 有買新的 既的那些 我們單純化 我只要看電腦就好 所以都不要做 這樣來說 那些電腦 怎麼剩下 也沒關係 只要在上面 上面 現在有很多方法 你用一些 那個 系統 復原的軟體 像Ghost 那很快 十分鐘就該刮 不用說 要灌很久 我們利用這些工具 還有 做一個隔離 我們把它自我隔離 還要做危險動作 拜託 不要把我們的常用電腦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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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的電腦 這古的電腦 就只要從這裡 要衝鋒陷陣 這樣來說 可以保護自己 這是保護措施 當然這樣還不夠 最好 你還要了解 像這些網站 它的運作的情形 像我剛才說的 這些 都是 共享的網站 所以你看電腦的時候 你本身也是一個種子 什麼種子 比如說 我去看一部電腦 那部電腦 開始 電腦的畫面 開始進來 進來的時候 它本的電腦 把它切成 譬如說這樣說 切成一千的單位 電腦把它切成一千過 一過一過 你現在看完的時候 你一邊 第一過禮拜 你還不能看 第二過禮拜的時候 他才開始讓你看 但是你看過的過程 你看過的東西 它 不會把你抬掉 還在你的電腦 要做什麼 你就是它的種子 譬如說 我現在先看 你現在要看的時候 你會問你的網站 他會跟你說 我這裡還有 你要看的東西 你就會問我這裡來看 所以說 它一個主機 不用應付 種百人 種萬人 變 我們所有在看的人 你有一樣看 你也要付出 你也要倒三天 所以說 成為一個網狀 不是星狀 這樣說 它主機負擔比較少 但是在這個中間 會出問題 因為你有做這個資料 傳給別人 你就有漏洞了 所以說 這部分 我們就要很小心 我們如果知道 它的運作方式 可以去台下的戰存檔 還是一些設定 我們可以做 比較嚴密的管控 這樣就安全了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到了 很高地 很高興 中秋迎來這裡 大家到庭 後來有機會 我們再敬佩 大家 起立 立正 起來 樓下要養 每一條 要大約 操口 十分 要大約 好 跳 一切 壓